至少 陈市长 这么多车开过来了 怎么跟曾副市长说 你去说 我说什么呀 你就跟他说 汽车需要检修 所以咧 才把他们集中到这儿呢 市长 要不要想别的办法 说不定别的解放区 能有开到北平的汽车呢 上海都没有车 其他的解放区哪儿来的车 要不我们买车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啊 走 找曾副市长 曾副市长 陈市长 容老板来了 曾市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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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讲事情了 谈谈事 这个样子 我借用曾副市长一分钟 马上还回来 好好好 我们先回来 来 我跟你讲个事情 好 什么事这么急啊 稍晚无躁啊 大事大事 我们有没有可能 帮中央买几辆车 我们刚上交完税款啊 财政上没这笔预算呢 我也正为这个事情着急呢 要不这样 给市政府啊 留下两辆 其余的车啊 先晕到贝平去 真的 小陆啊 你通知一下车队的通知啊 把所有的车 集中到一个仓库里 抓紧进行清洗和检修 已经集中好了 谢谢曾副市长啊 走了 小陆 赶快检修 好你个陈老头 动作够快的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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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副市长 嗯 嗯 为什么突然 要把车子都运到北平去啊 这是工作的需要啊 是 为开卦大典做准备吧 哎呀 你很难想象吧 我们竟然 连接送代表们的汽车 都凑不够啊 所以呢 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 团结各行业 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 众志成城 大力地发展 民族工业 为新中国的建设 开创一个好的局面 那位市长 高瞻原主 我们上海工商界 还为了点钱的事情来掏揉 你人真的觉得很惭愧 话不能这么说啊 其实呢 你们大家的难处 我们都理解 陈市长已经说了 会尽快把 风动的账户 交还给大家 另外呢 由于现在 战争尚未结束 交通运输尚未恢复 为了稳定金融 调剂市场的供求 我们下一步啊 会增发货币 所以将来 还在贷款方面 会给大家 一个有力的支持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大家拿到资金以后 务必专心经营 您放心 我一定把你们的期许 传达给工商界的同仁们 谢谢 还有 你说 没什么 来 喝茶 好 抓捡弄好 把车开到车站装车 好嘞 市长 市长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都要被评啊 最多再过一个星期 我们也该上路了 清理干净 好嘞 怎么还以为演讲的事情发愁呢 对啊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接管上海 大会 小会 你做了多少次演讲了 这一次不一样了 我在想啊 讲些什么呢 这些老师和学生 才愿意听 才想听 这些人 政策方向他们都懂 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情 他们也有 就讲讲你自己吧 我有什么好讲的 可以讲讲 我们部队渡过了什么磨难 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上海的 这些年付出了多少牺牲 那些鲜血与战火的锤炼 他们都是从报纸上看到 从广播里听到的 对啊 可以讲一下 我们部队的艰辛 战争的残酷 我们怎么到上海那过程 我们未来想干些什么 这个我可以讲给他们 对啊 这一下呢 让我想起了主席的诗词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义气 挥齿方秋 他们 才是新中国的希望 卓儒夫妇真是大手笔啊 卓儒夫妇真是大手笔啊 足足十二辆车子 卓儒啊 自小怪乔情 真好 生活也极为节俭 倒是这个小哈童 从小被老哈童夫妇给宠坏了 要星星沾星星 要月亮给月亮 小哈童这么喜欢车子 你我这会是啥粗子 他是只要看上了什么东西 不管三十二十一先买回来 买回来就往那儿一丢 也不管了 对了 我底心浓一句啊 怎么办 诚然这些汽车 摆在这里会摆废掉 卓儒和你为了物尽其用 也愿意捐出来 但我觉得啊 陈市长可不一定会要 陈市长 我要是再年轻十岁 今天坐在台底下听您演讲 恐怕我鼓掌鼓得比他们还热烈 陈市长 讲得好 讲得太好了 肺腹直言啊 感动 感动啊 在年轻的学生面前 我是不敢有半句的浮华之语 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了 我到时候也得以学生的心态 听一下黄老的高见 哪里哪里哪里 这个新中国的发展啊 是需要大量的像荣先生这样 年轻有为的人才啊 荣先生年少时候的故事 你想得吧 什么事呢 不止一气 不止一气 我讲给你听啊 他曾就读于 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 结果这个老师呢 提出像他这样的学生 要另设教学方案 你说这个 他一气之下不读了 改读历史系了 有魄力啊 当年呢 敢离开 现在敢留下 荣先生的所为 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 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 这样的朋友我也喜欢 陈市长 那都是年轻气势而已 对了 今天我除了特地来 听您的演讲之外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呢 好 好 走 太好了 太好了 市长 这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啊 你比我还高兴呢 这些车闲着也是闲着 就跟市长去北平吧 我们先要讲好 这个是借 开国大典结束以后 我完毕归照 不用还 这可不行 一下子 能借这么多车给我们用 已经是深情厚义了 没有粮食找你捐 没有车子再找你捐 那政府成什么了 陈市长 开国大典 是新中国头等的大事 能为这样的大事做出贡献 是我们荣家的荣幸 再说 为了解放上海 解放新中国 这么多人人自私 抛头颅洒热血 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荣家去去几台车 又算不了什么呢 好 周副主席 这个算不算惊喜呢 真是个大惊喜 陈老总 哪儿来的这么多车呀 这个是上海 献给新中国的第一份礼物 整整四十辆 好啊 陈老总 你来北平好几天了 神神秘秘的 整了这么多车 周副主席 陈市长指示 我们和开国大典干部们 对车辆进行了一一检修 确保开国大典 正常使用 真是一个大惊喜啊 陈老总 你替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我马上通知 开国大典车队筹备处 让他们来接车 大陆 你留下来 交接 是 周副主席 走慢点嘛 我还想趁这个时间 跟你聊聊天 现在不行啊 我要去见 黄老先生 和他好好聊聊天 跟黄老有聊 是啊 当中央决定 请黄任老 出任郑五眼副总理 你是知道的 他早就说过 一声不为官 这个工作怕是不好做呀 出任副总理呢 黄老要留在北平了 对 上海又少一个好顾问 但是 我同意中央的决定 黄老在经济教育方面 都有深入的研究 留在中央是汇集全国的事 不愧是陈老总啊 始终有大局观念啊 对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电击仪式 很快会举行 毛主席昨天还跟我说起 你亲自去寻找黄金武的事 他很感动 电击仪式结束以后 周夕要亲自见你 是 快走吧 不能让老先生等我们呀 这段时间 你忙我也忙 一直没抽出时间 单独聊一聊 来来 其实啊 大家都很清楚 上海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 上海这块骨头呢 硬是硬了点 但不至于割掉牙齿 还是那句老话 建设自己的城市 困难多一点 问题多了一些 正常 我们解决它 克服它 中央充分肯定 你在解放上海 解管上海工作中的表现 尤其是你团结 各阶层朋友的工作 做得非常好 我们以礼相待嘛 我听黄老先生说啊 你来北平之前 在复旦大学做了演讲 从游击站 新四军 再到渡江战役 大受欢迎啊 大学是国之重器 让年兴学生们 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 他们才能够 更加奋发吐强 为国效力 复旦 统计 交代 是我们解放上海过程中 最重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和上海的进步人士 才实现了我们打进去 他们赢出来的积极的局面 希望早一点实现全国解放 让老百姓 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全国解放 就是时间的问题吗 我们在海军 空军方面都不占尤势 不占尤势 很长一段时间 还要处于战备状态 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封锁 会变本加厉 上海的未来 可能会更加艰难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我们长征的时候 就是只知死地而后生啊 封锁只会让我们更加地自强 有智者是竞争啊 师傅 手艺真是不错 老总 你还不知道吧 这位老师不是毛主席 特意给您安排的 真的 真的 谢谢你啊 开国大典能为首长们理发 是老朽的荣幸啊 老总 老总 赶紧换新军装吧 还有很多人等着排队呢 好 好好好 你忙 你先忙啊 首长 您慢走 精神 这么好的料子做的军装 在苏联的时候穿过 回国之后 就没得机会喽 这一套 以后不是可以常穿的 解放大西南 已经 健在弦上 开过大典之后 少不了要到战场上 扫动啊 我可舍不得穿上他去 有得 我回去也先收起来 等庆祝大西南 顺利解放的时候 再穿起来 得一头 那二位首长 你们要都不穿新军装的话 我穿完也得收起来 你是要收起来吗 等结婚的时候再穿 那可有得等 我和陈老东 拍个合议 陈老东 来来来 今年 来来来 好嘞 来 预备 预备 好嘞 小陆 你也来一张 来吗 谁 来 请 小山 给他拍一张 能找到老婆的 好嘞 好嘞 谢谢啊 好好 那我们走吧 走